手游酷玩 首先上来呢 我推荐现在带这三个技能 第一个是冲刺 第二个的话 目前咱们是板砖 但我推荐到后期的话 带炸弹更好 因为炸弹的话 可以防止后面的人过来 然后护盾的话 也是必带的 因为这个护盾 可以保护我们一个安全性 空中飞冲 可以向前冲刺一段距离 不要小看这几次冲刺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救你的命 有的时候会放这个 自动触控的这个炸弹 就是说你过去之后 这个炸弹会主动冲向你 那么回来之后 也是需要带护盾的 要不然这帮人看咱们拿到东西了 他会利用道具来疯狂向我们攻击啊 回来以后 这个板砖就没用了 那么炸弹还是有用的 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个第一位 除非是跟别人竞争 你从后边追他 如果你能非常远的保持的话 那么炸弹的话还是比较有用 板砖就没用了 板砖和这个飞刀是一样的技能 你看他放这个触发式地雷 还是非常坑啊 有的人就喜欢在这个位置 放上一些道具 让我们主动跳进水里 虽然咱们进水了 但没用啊 他依然是追不上来 我们也是获得了第一名 这个游戏的话 只有一二三名是有这个金钱奖励的 后边有钱 但没用啊 你不要忘记 你玩之前先需要交这个入赏费 因为他们赔钱了 所以过来之后 这个不同人物不同表现呢 有的人气的直坐脚 脸憋痛痛 还有的人这个原地拿脑子撞地啊 反正就是气的不行 好 现在已经解锁了这个新波 那么这一关的话可以获得四千五百金币啊 那之前先需要交一千五 这个入场费还是蛮高的 如果咱们输了的话 就只能回到低级的这个地方玩了 好 那么这一关的话 主要是以这种古老的丛林部族这么一个地方展开的 你看这个部族会建立很多这种不同神像 包括现在地面有了自动的障碍物 不光有玩家会攻击你 这个地面的障碍物同样会主动向你出击 那我们这次也是带上了这个新的组合啊 突刺炸弹以及保护膜 炸弹的话可以扔下 你防止第一波的追逐 以及过后咱们拿东西回来的这个人追我们 但如果你是位居第二的话 想去攻击第一名的话 除了这个用进攻性武器 那么炸弹是没用的 那我们上了就得第一名的话 炸弹就非常有用了 护盾要留住 防止他们攻击我们 你看这群人还想打我们 因为他们就算得不到第一 也会不想让你得第一的 好 现在咱们第一名可以观察一下 实在有名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总体的进度条 咱们距离二三名还是非常远的 你看我们炸弹又炸死一个人 这帮人总是往炸弹上踩 你看这个人放个触发式地雷 非常恶劲的 多亏咱们有护盾 要没护盾的话 他就会把咱们炸飞啊 但其实现在如果咱们死亡两次的话 后边也是不可能追上来的 因为距离差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这游戏的话依然是四星评价 非常给力啊 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也会带来更多 关于小偷竞速的精彩瞬间 好的我们下期见 好